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如這個圖 有A B C D 4顆小球 均離高度H 同時做四種不同運動 A球它是自由落體 也就是說A球它的初速等於0 初速等於0 然後其他的速度都是V0 然後B球往下丟 C球往上丟 D球往水平方向丟 那它說下面去數何者錯誤 我們看A選項 A選項它說落地時間 落地時間的話 它是B 小於D 等於A 小於C 首先這個落地時間哪個最長呢? 這個 上去再下來 再掉下來 掉下這個時間的話 跟這個兩個一樣 這兩個會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 根據指點運動不離性 它水平拋射以後 水平方向等速移動 千指方向它是自由落體的 所以的話 它的時間跟這個時間一樣 剛剛講錯了 不是跟這個 是跟這個一樣 它一開始呢 千指方向速度等於0 它一開始速度也是等於0 所以呢 它兩個會同時做地 在千指方向 這個兩個都是自由落體 這個水平方向速度等於0 這個水平方向速度V0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那個 它的時間 就是上去 再掉下來 掉下來 然後速度還是等於V0 再掉下來 所以它的時間的話 是哪個最大 是這個最大 就Tc最大 Tc最大 那你說 這個跟這個怎麼比 你就看嘛 上去其他一段時間嘛 到達最高點速度等於0 速度等於0 再掉下來的話 等於是從比較高的地方 是有落體 這個是比較低的地方 是有落體 所以這個時間呢 你這個時間大 也就Tc的時間的話 最大 再來什麼呢 再來呢 是它的時間 因為它是從 鏡子掉下來 它的話 千指方向是從鏡子掉下來 所以 Tc大於 TA 等於Td 這是大 那個A跟B的話 比這時間要長 為什麼 因為它一開始就有速度 所以它會先到達 它一開始沒有速度 所以的話 就是這個時間 我覺得時間比較大 我看 弄錯了 B D 弄錯了 應該是AD 然後 A 然後 A跟D的話 它牽指方向都是自由 AD 那B的話 你一開始它有速度 一開始就沒有速度 所以它會什麼 它會比較先到達地面 它會後到達 所以的話呢 它這個 A花的時間 比什麼呢 B花的時間長 大於多少 大於TB 就C C大於A 等於D 大於E 就CAD C大於A等於D 大於E 這是對的 A選項是對的 這樣我們看看呢 這個B選項 B選項它說 有拋出到落地的速度變化量大小 它會說 速度變化量大小 它會說是這個 A 小的B 等於C 等於D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可以用那個 充量等於動量變化 就是說這個 充量 充量 充量是F 乘以T 因為F是重力 重力是電力 充量等於它的動量變化 這動量變化 因為它三個指點質量都一樣 M 乘以DataV 我兩邊給它取大小 所以DataV 取大小 這M DataV 這就知道 這M 就是MZ M Z 乘以T 消掉 所以它速度變化的大小 跟什麼呢 跟它所花的時間 成分比 好 那花的時間是C A等於D 大於B 所以這個也是C C A C大於B C大於A等於D 大於B 才對 這個答案跟這個答案一樣 所以這B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呢 吸血下 那你說 萬一 如果我不曉得這個公司怎麼辦 這充量等於動量沒有化 這是大電力 事實上必須小的 這要把它記起來 那如果不曉得那怎麼辦 那也可以 可以算出它的Mod數 這個的話 它的Mod數 你用等加速度運動公司的話 這掉下來的話 就是等於根號 這個 2GH 你有等下速度運動公司嗎 Mod數的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2S 2GH 然後開根號 然後呢 這個速度變化多少 這速度變化的話 就加個那個V平方 這個速度變化的話 等於根號 V0平方 加上2GH 為什麼 因為V平方 Mod數平方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速度平方 到2GH V平方移過去 有沒有開根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V的 V的那個速度變化 好 然後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它的速度變化的話 是多少呢 是加 為什麼呢 因為它方向呢 剛好顛倒過來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它速度是V0向上 啊 Mod數是多少呢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 這裡的Mod數是這個 所以 我們這樣看 ΔVa 這個大小的大小 Mod數 減出速 出速等於0 是等於根號2GH 然後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速度變化 Vb 它速度變化等於多少 它Mod數這個 出速度這個 是等於根號多少呢 V10平方加2GH 那減掉根號呢 2GH 是這個啦 然後呢 這個ΔVc ΔVc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墨數呢 減到出速度 出速度 現在我地 向下為真 這個又戶的 所以變成 是這個 減掉這個 這個 就變成加的 為什麼 因為它方向在那方向 剛好顛倒 所以變成什麼 變成是 根號V10平方 加2GH 再加根號2GH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再來 這個 V VΔ 這個D 等於多少 VΔD的話 舉大小 這跟什麼一樣呢 跟這個一樣 跟這個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 從這裡掉到這裡 它水平方向速度沒有變化 它有變化是前子方向的速度 速度 前子方向速度變化 跟這個一樣 也是等於 跟到多少 跟到2GH 所以這樣 我們就可以比 就C的話 是最大 C的話 最大 再來的話 再來什麼 再來 跟那個 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個是D D 跟什麼 跟A是一樣的 跟A是一樣的 那現在就是什麼呢 就是A 跟B 要做比較 那你要做比較的時候的話 那 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 跟到2GH 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把那個 跟到2GH 給抽出來 跟到2GH 這個 這個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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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號 1加 2GH 分子V0 平方 啊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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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的話 你再給它展開的話 這個會小1 會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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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小於這個 也就是說B 它會小多少呢 小於A B的話 它會小A 也就是說 我就得到什麼呢 C最大 C 大的多少呢 D 啊 等於A 還有大的 大的B 那你這樣判斷也是可以啊 不過這樣的話呢 比較 不基本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說 戴這個公式 這是個大定理 充量呢 等於動量變化 啊 現在的話呢 又是定力嘛 所以你充量可以選擇F T 那F的話是那個重力嘛 那兩邊取決類子 一比較以後 你會發現 數字變化事實上跟呢 時間長正比 落地時間長正比 那落地時間 剛剛知道了啊 所以這個答案跟這個答案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B選項是錯的 B選項是錯的 B選項是錯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 C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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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由淘出到落地的平均焦度 平均焦度就是重力焦度 這個平均焦度呢 事實上就是等於G 所以這是一樣 這是對的 A等於B等於C等於D 都是重力焦度 這樣看來B選項 由拋出到落地的位移大小 拋出到位移的大小 這個最大 因為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 它位移這麼多 高 我們在假設它是掉到這裡 這是它位移 但是一二三的話 它位移都是這一段 這是墨位置減出位置 墨位置減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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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這段 所以D最大 這個位移的話是D 那大的A等於B等於C 所以呢 D選項是對的 D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來E選項 墨位置減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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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減 這個沒有動能啦 所以它掉下來的話 它是未能轉換成動能 所以這裡的速度最小 可是如果速度大小的話是 D 等於 C 等於 B 大的 B 就速率的大小是這個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錯的話只有什麼 只有 B 啦